2月15日 旅家华人于成章向清华日军南京大土大预览同胞纪念馆 捐赠了一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加拿大检察官诺南档案 这批多达3000余页的文字图片资料 收录了这位显为人知的加拿大检察官亨利格兰顿诺南的申评资料和手稿 共33册的档案资料 其中大部分涉及其所参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还原了法庭对日本清华主要战犯之一 松紧时刻的质询和定罪过程 这个有3038页 我把它装订成33册 包括它的成长记录 还有外交官的护照 这三个部分 一个是远东法庭的审判的 审判罪犯 还有辩护律师 还有他们之间的对话 另外一部分是加拿大国家档案馆 当时媒体对他的采访 还有一个就是审判长对他的评价 在二战结束以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并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 在日本东京 对日本假计战犯进行了国际大审判 即东京审判 当时由美国 中国 苏联 英国等11个国家 派出了法官和检察官参与 来自各国检察官 还组成了国际检察局 负责指控战犯 进行直接问询和交叉质询 以判明案件 而加拿大陆南抵达东京后 被指定为日本陆军大将 也是南京大陆沙的主战犯之一 松井石根的主起诉人 1946年2月份 一直到1948年5月份 在那个法庭当中呢 他是被总检察长指定对质松井石根 这个内容呢 主要是讲他在审判这个日本人以后 就是松井石根 他这里边就讲松井石根 他的很简单的总结了三点 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人 南京大屠杀这个是刻骨铭心 然后牢记历史 日本人被审判不仅是中国人们的生命 而且是全世界热爱和平 共同的努力的结果 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森介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 松井石根在明知道 南京大陆沙正在发声 而且可以指挥并阻止的情况下 却没有制止军队对平民和战俘的伤害 应以阻止为由被判处死刑 农国际军事法庭判松井石根对南京这些无辜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战俘的死亡负有责任 所以判处他死刑 那应该说是诺兰是代表中国人民 代表加拿大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对这些战争罪犯 深之以法的关键人士之一 然后对这样一个人 中国人 南京人 应当了解他的事迹 据悉清华日军南京大陆沙越南同胞纪念馆将对支批资料进行翻译分析和深入研究后向公众展览展示 并将通过筹建的南京大陆沙档案影像中心向全世界开放铭记历史真爱和平